主席 議院同仁 以及我們行政院大院 陳議院長還有議會的各位官員 媒體各位先進 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請 陳議院長你坐下來聽休息 待會有機會再麻煩你總結 是不可以請蔣部長 還有龍部長 還有體委會 我們的代主委 徐議員你好 蔣部長好 對 委員好 我想第一個 想要提一個娛樂稅法的這個事情 跟三位都有關係 娛樂稅裡面 民定 電影 歌唱 收書 舞蹈 馬戲 魔術 技術表演 這些東西啊 甚至於夜總會的各種表演 跟文化部大概有點關係 還有 甚至於這個各種的禁忌 跟體委會也有關係 那麼 舞廳 舞場 還有這個高爾夫局以及其他的娛樂 他們這些啊 跟三位部位首長都有關係 您認為 這些的錢 娛樂稅的錢 會不會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今天我去消費 這些的娛樂稅 就是消費者在出 而絕對不會是這些職場 或是經營人在付 這個絕對是這樣的情況 您認為 這個娛樂稅合法嗎 合理嗎 我跟委員做報告 就是娛樂稅有關於體育的這個部分 就是高爾夫 目前他是有徵收娛樂稅的 那因為娛樂稅它是地方稅 所以如果說這個部分要解決的話呢 其實就會流於好像是中央請客 然後地方要買單一樣 所以這個是長期以來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我問你說合理嗎 這樣而已 不必跟我解釋哪些問題 你認為合理嗎 當然這個部分 可能可以做一個充分的檢討 學委員 我願意進一步跟您進一步的商討 就是說您剛剛提到的娛樂稅 進一步跟教育部相關的 您可能要 specific指出哪一項 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我們願意一項一項的來做一個探討 就是說看是不是合適 因為您這樣講 我可能很難談 娛樂稅如果是一個概念性的性質 我想它一定有它的時空背景 要爭取嘛 我想是這個樣子的一個思考 那龍部長的看法呢 我看這裡面的內容大概你也牽涉蠻多的 對 我也是要知道您文的用意 還有是哪一類的項別 我們才能夠去做研究 我個人認為啊 今天我們已經是遠南是一個先進的開發的國家 很多的休眩義樂 本來就是要照顧我們消費者 照顧我們民眾 讓每天工作的壓力之餘啊 能夠紓壓 能夠有更健康的身體 有更好的一個精神 來迎接明天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個人認為 你今天科這個遺樂稅 沒有錯 每七名是地方稅 你如果不去 藉著這一次這個所謂財化法的情況 來做一個切割的話 你遺樂稅永遠都沒完沒了的 總的遺樂稅也只有不到十七億而已 我認為說 這個部分啊 是個普世價值 我希望你們能夠在行政院院會的時候 把個人的思維檢討出來 跟我們的陳院長來報告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部分我記得是真的要值得去推動 我現在聽懂您的意思了 我想我們會做深刻的思考以後 看看是怎麼樣 適當時期提出我們的看法 那 呃 蔣部長 我就想請教您一下齁 是 這個 什麼時候要下降 到我們苗裡 呃 我原來上個禮拜二要去 結果因為院會嘛 所以說就沒有去成 那現在已經又在排了 我好像是下個禮拜的樣子 我想會很快的到苗栗去看一下 其實全省的各個地方 我大部分都去過了 苗栗其實之前有其他的場合去過 那這次會盡快的再做安排 應該是在下一周 因為上次說 約了以後就沒有去 然後我這次有很多的學校的校庭 碰到很多的校長 是 他們都很殷切的期盼 因為是 因為是立法院院會 甚至推動未來這個十二年國教的部分 是 我願意去苗栗縣跟全面的跟大家溝通 十二年國教跟相關的一些設施 好的 有三個問題啊 我想來救教一下我們的部長齁 第一個 兩岸這個 呃 協力認證的問題 那麼目前 呃 臺灣呃 呃 只承認 呃 開放大陸地區 有四十一所大協的一個協力 九八五的四十一歲的學校 呃 未來 呃 還有沒有空間 呃 還有沒有空間 呃 還有更多的一個大學認證 呃 然後 包括 現行臺灣大陸政策的所謂 呃 呃 三線 呃 六部的一個這個 呃 考量 那 教育部是否會納入來檢討 這是第一個問題 呃 第二個就是 就是 我們現在政府積極的希望 呃 臺商能夠歸以返鄉 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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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商回來投資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呃 呃 大陸啊 呃 我所知道有三所台商的學校 那麼每一個學生一年補助他 呃 三萬塊 這個額度啊 比起其他 呃 這個國家 好像是有偏低 是否有這個 呃 調整的空間 呃 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啊 就是今天我們 大學啊 呃 這個 畢業了以後 遠藍也就是一個 呃 大學生的畢業 就是失業 那相對的 呃 高達有四成六的 這個一個失業力 然後這些大學生畢業以後 沒有工作 乾脆就去讀碩士 讀博士 讀博士 然後越學 學力越高 高不成低不就 那很多的職場上 切工 切得不得了 在這種情況 原來也是成為一個 呃 很奇特的一個 的情況 那在這種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 在這個高職的教育上 有出了問題 比如說我們 就我所知道的 學以致用 我今天學什麼 我在職場上我就做什麼的 這個呃 呃 沒有專業的情況之下 大概佔了很大的一個比例 那所以我在想 我們 是不是要盡速改革 職教的一個 呃 呃 現在是承認了985的 41所學校 那事實上大陸 有另外一個叫211 就21世紀 100所 這個一流的大學 這個發展啊 我們正在評估就是說 是不是從原來41所 因為211計劃有112所 那是不是全部都承認 或怎麼樣 我想我們再做一個考量 大陸總共有2000多所 我們162所 他們全面承認我們 我們只承認41所 那這個考量啊 我想會進一步的來 來做處理 那您提到的 三線六部的問題 我想我們最近也在做檢討啊 三線六部裡面 當然不可能一下馬上 全部都開放 因為市場還有一些的考量 那可是就是說 我們針對要找大陸最好的學生 全世界找好學生 這個思考 大陸如果非常好的學生來 我們希望從大學 用自酬的方式給一些獎學金 或者說用RA的方式 最近跟這個陸委會 跟導委會都在協商 他用一個是四做 四為他是學習的 一個一部分的這個考量 也可能會提供RA 所以適度的開放 這部會做努力 陸生這邊來台 我想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比較中後段的學校 可能需要增加一些聲援 他們現在大陸一年 有350萬的專科畢業生 他們其中大概只有5% 可以去念本科 可以念大學 那這部分我們也是 如果能夠爭取一部分來 那也是會有一些幫助 針對我們中後段的學校 也會有一些幫助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具體我們在做的一個努力 那第二個您談到了三個 我們有三個台商學校 在大陸 有東莞 有蘇州 有上海 這三個這個台商學校 我們現在其實也看了 他的那邊的生活的水準 各方面這些區塊 我們一年補助確實是3萬塊錢 那我們現在在這一個 五歲免學費 免學費這個概念下 我們也補助1萬塊錢 所以這一部分我想其實 逐年當然我們可以做檢討 那現在至少在這個時間點上 並沒有在特別在改變這個數字的 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那第三個您特別談到 我想產學這個落差 或者這些相關的問題 當然也不是一天發生的 我們也看到就是過去確實 大概10年過來 技職體系有 它有碰到幾個問題 我們資源確實 如果你剛才也 委員也提到 資源的投入 榮有不足 我們技職體系的學生 如果從國立的角度來看 大概跟公立的 國立大學大概只有60% 所以其實資源投入也不足 所以他們也有一點點 技職體系比較像 學術化的這些發展 那這些我想我們都要調整 我們會從我們的 未來學生的實習 普遍的要讓他至少有一學期 到一年的實習的作為 一定要做到 我們資資的這個未來的調整 過去大概都是比較學術路線 未來應該有業師的這個概念 或者跟產業界的互動 要增加更多 我們也讓學校跟業界之間的這個平台 全面的不同的產業 我們也建構 我們同時最近也在看到一些傳產 在各個工業園區 我們現在跟經濟部也在合作 也希望進一步的能夠促成 大家之間的互動 所以我想技職的這樣子的一個 再造技職體系的 能夠讓他更有效的發揮 我們說在80年代 一路上來 我們經濟齊齊那個時間的容積 我想是一個需要我們具體 積極來做努力的 也謝謝您的提醒 我想我們這個方案 最近也會跟院長做報告 然後會讓這個案子 能夠順利的推動 謝謝 我想您身為教育的主管機關 希望說能夠好好的來發揮 謝謝 這個領域裡面 那我在台商座談的時候 他們有提到 以其台灣那麼多流浪教師 我們是不是專案 教育部專案 來組一個 看看哪些有比較優秀的老師 他們願意去大陸那邊去教導 台商的一個子弟 我想這個辦法也是非常好的 謝謝 您來專案來考量看看好不好 謝謝 各位委員我特別願意談 其實我們是儲備教師 我們有五萬多個儲備教師 用流浪教師其實親和以看 不過在這個基礎上 我想我們願意透過這個領選 有合適的去甚至做華語教師 我想這部分我們也做一些努力 同時我們五萬多的儲備教師 我們也正在希望未來 中小學的這個教師的每班的人數 從1.5個老師到1.55 1.65 1.65 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 能夠讓一部分的儲備教師 能夠有好的機會 這個部分您再去考量 部長您請回 我想請教一下 呃... 代主委 呃... 這個... 我們... 未來組織再造以後 體委會 是由二級的這個... 機關 降變為三級的機關 那進入教育部裡面的一個 呃... 提議署 提議署 這個好像讓社會感覺到 我們政府不太重視提議 那我個人 我... 身為苗一線提議會的理事長 我感覺到 呃... 提議... 代主委教區 呃... 事實上您... 很多的... 呃... 這個... 協數研討啦... 呃... 各項的比賽 您都... 呃... 親力親為 那... 我們的... 這個... 呃... 全國的體議啊... 也蓬勃發展 尤其... 呃... 整個... 提議 那麼這個部分啊... 呃... 公關的一個傳播價值大概有 六七億 所以... 全國有二十九個國家 有大概... 呃... 請教我們台灣的... 的... 這個一個運動... 這點... 請主委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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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 贊助了... 贊助了... 奧運的... 這個... 經費... 呃... 的轉播費多少錢... 你知道嗎? 呃... 轉播的經費... 準確的數字我不知道... 但是... 前新聞局... 是從去年二月就開始... 協助奧運的轉播的事情... 一直到五月二十號之後... 文化部接手... 促成無線電視台的轉播... 對... 您的... 贊助的經費是... 一百六十六萬美金... 折二台幣大約四千八百萬... 那麼... 所有的部分... 呃... 呃... 就我所知道的... 整個全力金共同的分擔... 有一個民間的... 愛爾達公司... 是中華電信的子公... 出了一百萬美金... 然後... 電視協費... 呃... 這個無線電視台... 組織了... 兩百五十萬的美金... 那麼... 接下來官方的... 就只有我們文化部... 出了一百六十六萬美金... 那麼... 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間的愛爾達公司... 既然... 要求... 無線電... 不得跟... 有線電公司... 有線電... 簽合約... 那麼... 要讓... 數位... 普及到... 全... 全國... 是馬總統的政見... 然後... 為了這種情況... 我找... 你們的... 來開協調會... 結果... 你們的文化部的... 呃... 這... 影視師... 派了一個... 這個... 小專員來... 給我們談... 然後... 我已經出了一百多萬了... 我也... 無可奈何... 影響到... 全部的... 這個民眾的... 視聽的... 一個... 呃... 權力... 我今天要講的是... 你... 當個文化部的部長... 一個新的部... 真正的... 要好好把... 過去... 這個文建委所留下來... 壞傳統... 壞毛病... 徹底的改革... 然後把它... 您自己... 親... 親力親為的... 把... 所有的基層弄好來... 讓文化部... 演藍成為未來的... 呃... 全國的第一大部... 來做一些文化的傳承... 不想這些都很重要的... 是... 學委員... 您所提的事情... 就我所知... 後來是... 我派影視司的司長... 親自去協調... 很多次... 誰協調... 影視司的司長... 最後面是... 總統... 邀請行政院... 叫張善政... 行政院的... 政務委員... 來協調... 然後他才... 同意... 開放出來... 要不然就開天窗了... 真的... 不咋面...